我做了18年的假千金 突然有一天真千金找上门来说 你替我想了18年的福 也该想想我受过的苦了 于是养父母答应了真千金的要求 把我扔回了我亲生父母的家 一个穷到不能再穷地乡村 可是他不知道我是天生的锦里命 我回村后全村拆迁 中彩票的络绎不绝 甚至还出了个高考状元 养父母家是因为我的离开 直接濒临破产 终于养父母将真千金一脚踢开 求我回去 可是一切都晚了 于是我赶紧请来了锦里 锦里说 所有看到视频的宝子们都会锦里附体 给锦里点赞后 宝子的家人们都会永远身体健康 逢考必果 好运连连 变美变富变瘦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谢谢锦里 他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小李爸妈也是没有办法 一对打扮贵气的中年夫妇站在我面前 强硬地将我的手推开了 他们身后站着气质粗俗的女孩 而她就是宋嘉仪师18年的 真千金宋冰月 宋冰月走到我面前 狠狠推了我一把 你替我想了十几年的福 也该想想我受过的苦了 她的养母一个农村妇女 无力哭喊道 月月 你就要这么抛下爸爸妈妈了吗 我妈是高高在上的集团夫人 才不是你一个乡野村妇 当了你十几年的女儿算我倒霉 从此以后 别让我再看见你 与人哭得生死力竭 可是宋冰月再也没有回过头 我的眼神也紧紧盯着我的养父母 可他们只是叹息了一声说 月月毕竟是我们的亲生孩子 这些年来她受了那么多委屈 现在只提出一个把你赶出去的要求 我们也没办法 说完 三个人就一起上豪车决尘而去 只留下我和一对还在唾气的农村夫妇 女人哽咽道 我还是不敢相信月月会这么无情 男人她的口气也是眼眶红红 上前拉起我说 小李 是我们没叫好月月 让她今天这么侮辱你 你要是不嫌弃 以后就在家里住下 毕竟咱们也是血缘上的一家人 说完 她就露出窘迫的表情 仿佛生怕我也会像宋冰月一样 嫌弃这个破败的家 没关系的爸爸 我不嫌弃 当年我和宋冰月在医院里被抱错 纯属护士失职 她恨我 我可以理解 但她千不该万不该把气撒到 养了自己十八年的父母身上 她讨厌我 觉得是我偷走了她的千金大小节人生 可她却不知道 其实我上辈子是财神业店里的一条锦铃 宋家夫妇原本只是个开小餐馆的 把我抱过去后 生意才越来越好 所以现在的我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我知道宋家没了我以后 很快就会一团乱 到时候宋冰月还能笑得出来吗 下午一个农村妇女找上门来 她的手里还提着一袋水果 这是俺们自家种的苹果可甜了 你尝尝 我妈站在身后担忧地看着我 她担心从小锦衣一时的 我会受不了农村人的粗福 然后给那位阿姨甩脸色 但是她想错了 下一秒我拿起一个苹果 随手擦了擦就塞进嘴里啃了一口 嗯 好甜 见我如此入乡随俗 慢慢肉眼可见地松了一口气 阿姨也露出欣喜的笑容 哎呦 娟啊 你可真有福 之前我还担心城里来的大小姐闹脾气呢 没想到比冰月还怪 你们家冰月性子粘坏 天天骂肩骂人 我就说怎么也不像你们两口子的孩子 果然吧 是啊 我有福 有福 到了晚饭点 爸妈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美味 也不过是两盘肉菜一碗汤罢了 我窘迫地看着我 孩子 这里不比宋家 你别嫌弃 罢过两天就进城里赚钱 没关系的爸爸 你好好休息 赚钱一时不着急 其实我只是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 毕竟有我的锦理名在 即使他们整天待在家里也会报复我 谁知我爸却一下子红了眼睛 颤抖着声音说 好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我爸连忙起身去开门 正是下午来送水果的阿姨 哎呦娟啊 我老公回来了 快快快来我家吃饭 一大桌子菜呢 老健回来了 他不是好几年没消息了吗 是啊 他说出国打工一去就是三年 我还以为他死在外边了呢 没想到今天能回来 还带来了一大笔钱 快 你们仨跟我回家吃大餐 我爸妈相互看了看 也是真心替阿姨高兴 哪里还顾得上这两菜一汤 带着我就往外走 一路上阿姨还在感慨 我在后边偷笑 还能因为什么 因为我呗 阿姨给我送来的水果 对我表达善意 于是我的锦理令就显明了 为她送去好运 到了阿姨家 院子里已经摆上了三大桌子 鸡鸭鱼肉俱全 我爸妈自然很高兴 这不就等于吃了一顿免费的席吗 另一边宋家宋丁玥一回家 就把整幢房子逛一圈 我要住这间 宋家夫妇对视了一眼 这是小李的房间 你不是说就把他赶回去受受苦 过两天就让他回来吗 我们得把他的房间留着啊 宋丁玥的眼底闪过一丝阴狠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了 怎么可能还让他回来 我就是要抢走他的一切 于是宋丁玥假装挤出几滴眼泪说 可是我就喜欢这间房 小李回来了也可以住别的房间啊 爸爸妈妈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你们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拒绝我 听到这话宋母还是心软了 最终同意了她的要求 与此同时我们吃完饭回了家 晚上孙之书敲响我家的门 他拿这个账单问我爸妈要不要捐钱 我好奇地问 捐什么钱啊 咱们村有个孩子叫陈坤 成绩非常好 今年就要高考了 奈何家里穷 没钱上大学 咱们村里就合计 你捐一份 我捐一份的凑呗 说着 我爸就从屋里拿出一个铁盒子 费劲打开后 从里头拿出五百块钱 村支书惊呆了 连忙推托 不行啊老苏 你家啥情况我都知道 这钱还是自己留着吧 少捐点就行了 你这说的哪的话 咱们村好不容易要出一个大学生了 能让人家穷巴巴地去上学 再说了钱 我还能再挣 孩子可不能饿着 可你这不是刚接回了一个女儿吗 人家城里头来的 不得给人改善改善生活 买点好东西 果然一提到我 我爸就有点犹豫了 我做了十八年的假千金 突然有一天 真千金找上门来说 你替我想了十八年的福 也该想想我受过的苦了 于是养父母答应了真千金的要求 把我扔回了我亲生父母的家 一个穷到不能再穷的乡村 可是他不知道我是天生的锦里命 我回村后全村拆迁 中彩票的络绎不绝 甚至还出了个高考状元 养父母家是因为我的离开 直接濒临破产 终于养父母将真千金一脚劈开 请我回去 可是一切都晚了 于是我赶紧请来了锦里 锦里说 所有看到视频的宝子们 都会锦里附体 给锦里点赞后 宝子的家人们都会永远身体健康 逢考必果 好运连连 变美变富变瘦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谢谢锦里 他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续接上级 此时我走上前去 也从口袋里套出500块现金 连同我爸的那份 一起交给了村支书 您就拿着吧 我爸说的对 读书最重要 拿着这一千块村支书 都有些颤抖了 老苏 你有个懂事的好女儿啊 你放心 我一定对陈坤说一声 你们家对他帮助有多大 说着 他就拿着账单走了 关上门 我爸对我说 小坤这孩子苦啊 从小没爹 没娘吃百家饭长大 小时候 我给他一个馒头吃 他居然跪下来 给我磕头 说出去了 一定会报答我 这么知恩图报的孩子 真希望他能有个好前程啊 也不知道他这次能考得怎么样 如果能考到城里 也算是翻身了 窗外月色皎洁明亮 苏家夫妇看不到 我身上正在犯了一圈圈的光芒 锦里启动 我们家给陈坤捐了一千块的事情 很快就闯开了 走在路上 都能听见大家的夸奖声 老苏真是善良 自己日子都过成那样了 还捐那么多钱 他女儿也是啊 听说自掏腰抱了五百能 如果换成以前的那个月月 哪有这么好心 你说这个冰月到城里过上好日子了 一次都没来看过自己爹吗 就算不是亲生的 也好歹养十八年啊 白眼狼一个 众人议论纷纷 一点都没打算压低嗓音 所以所有的话都被我们听讲 我爸正足了面子 一下子高兴极了 这快到年底了 老板工资还没给我节呢 等爸爸拿到工资 就给你买裙子 爸爸 我等你回来 一个星期后他回来了 手里还捧了大箱子 可是他的脸上一片丧气 整个人都瘦削了许多 我妈上前问他怎么了 我爹他的口气说 我这几个月 不是找了个票站的工作吗 老板跑路 开不出工资 就把一张彩票递给我了 拨欠农民工工资 这老板不得好死啊 没事的爸妈 说不定咱能中奖呢 我爸苦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 他们心里都觉得 这些彩票就是一堆废纸 哪可能这么容易中奖呢 只有我在默默担心 要不要提前叫好救护车呀 毕竟万一开出头奖 我爸妈一时激动晕过去 怎么办 第二天晚上 果然我把得了头奖 他此时也完全陷入了呆滞 一副人已经傻掉的样子 拿到钱后 我先是去买了几套衣服 但是我没想到 我会在商场里 遇到宋冰月 哎哟 我看这是谁呢 宋冰月扭着屁股朝我走来 我没理他 对导购人说 我要这件 帮我包起来吧 谢谢 这衣服我要了 你现在充什么大款 就苏家那个穷苦样子 能让你付得起几千块的衣服吗 说完 他就掏出一张卡地给导购 导购抱歉地看了我一眼 拿起砍刷 突然表情僵住了 他对宋冰月说 抱歉了小姐 这张卡被冻结了 宋冰月的脸上 一下子挂不住了 他的脸色 顿时变得跟吃了屎一样难看 我微微一笑 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 第一声支付成功 宋冰月眼眶都气红了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肯定是从宋家偷走的 那些钱都是我的 你还给我 我懒得搭理他 转身就走 某天我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当地的电视台 突然跳出一条新闻 本地知名企业 宋氏集团名下的饭店 有十几名顾客食物中毒 电视里 宋父宋母都憔悴极了 许多中毒者的家人 把他们围起来 要他们给个说法 我妈在我旁边叹气 怎么回事 这宋家辉煌了十几年 从来没爆出过这种事 我在心里暗笑 这十几年 有我的锦里面加持 宋家一直都是顺风顺水 即使有波折 也很快就解决了 可是现在没有了我的帮助 宋家立马就遭到了反噬 以前的那些坏事 都接踵而来 哎 顾客食物中毒 员工被竞争对手收买 经理出卖机密 居然都在这短短几个月发生 宋父宋母都快焦头烂额了 天天宋宾月还不省心 天天登上娱乐新闻板块 什么豪志千金包养男模 当街辱骂服务员 在酒吧跳脱衣舞 宋氏集团 都快成为A氏的笑话了 这条新闻播完 下一条立马就是宋宾月的新闻 月月她现在怎么这样了 别管她了 她已经不是我们苏家的女儿了 电视里说宋家找回女儿 因为被亲生父母冻结了银行卡 当街发疯 咒骂自己爹妈老不死 又过了几个月 城里下来一辆车 村长一看差点贵了 市长 您怎么来了 你们村陈豪在不在呀 陈豪立马被村民推了出来 小伙子可以呀 这次拿到了高考状元 真给咱们A市长脸 我脸上都有光了呀 我也有些惊讶 我知道有锦里加持 陈豪这次应该会考得很好 但我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好 看来他平时肯定也很努力学习 小伙子这是势力 给你的奖励十万块 好好读书啊 陈豪感激地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我就在报纸上 看到了陈豪和市长的合照 全村筹钱贡出一个状元的事件传遍了 全国不少人慕名前来 锦里村一下子出了名 村民也借着这一波赚了不少钱 而陈豪拿到十万块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村民给他凑了钱还清了 还到我们家时 他郑重地跪下 苏叔我从小没爹没娘 是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给我饭吃 那年冬天我快要饿死了 是您给了我一个救命的馒头 一饭千斤 您就是我的大恩人 我爸也被他的真诚感动 别忙扶他起来 好孩子别说这种话 我看着这一幕满意地点了点头 懂得感恩的人就应该过上好日子 后来陈豪的事情被大家知晓 许多社会人士要资助他上学 他有了足够的学费 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上学之前 他认了我爸做干爹 说以后要给他养老 有了个状元做干儿子 我爸走出去 腰杆都挺直了 善良的人啊 都得到了好报 陈豪出去上大学没多久 城里就来了人 说这附近要建地铁了 吉里村被列入拆迁范围 村民们一听说要拆房子 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全村都搬到了城里去 甚至还被安排进了同一个小区 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没变 只是改善了生活环境 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的鼓励下 爸妈也开始创业 他们在小区门口 开了家小饭馆 妹妹出国前夕 遗弃他多年的亲生父母 突然来认亲 为了不耽误他前程 我私自赶走了他们 但他们却在回去的路上 出车祸而死 后来妹妹成了著名小提琴家 而我再去看他演出的路上 临死前 他说是我嘎死了他的亲生父母 这么多年了 终于替他们报仇了 他不知道那次他们找他 只是为了给弟弟要钱 他们出车祸 也是因为故意碰瓷 遇到了罪嫁的司机 而我重生到妹妹林轻月 出国的前一天了 中活仪是我决定放弃 助人情结 让她和她的吸血鬼父母团聚 于是我赶紧请来了锦里 锦里说刷到本视频 说明你要上案了 点赞视频 你就会变美 变富变瘦 评论区输入好运连连 你在这个冬天 必定财运满满 林轻月呢 让他出来见我们 不能攀上 高知就忘了老娘 他不来也行 但是他地上学的钱他得出 你们家那么有钱 就先给二十万吧 此时 一对中年夫妇 将一张纸条 强行塞到我手里 上面写着一个银行账号 林轻月是我和爸妈 从福利院领养回来的孩子 眼前这对夫妇 正是他的亲生父母 从小就遗弃了他 而我们家 却将他培养成小提琴天才 上一世的今天 为了不影响林轻月的行程 我私自替他赶走了 这对自私贪婪的吸血鬼 而就在林轻月出国后的第二天 因为问我要钱不成 被想随别人碰死而钱 却不料碰上罪嫁的司机 二人当场去世 几年后 林轻月一跃成为 世界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后来他回国巡演 第一个就邀请了我 而我却在开车 赶往演出地点的路上 突然被一辆大货车撞翻 冰死之际 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五年前 是你的自以为是 害死了我的父母 今天我要用同样的方式 为他们报仇 林轻月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你让我失去了 唯一的机会 回归思绪的 我将纸条塞回那对夫妇手里 原来你们就是 月月的亲生父母啊 他也一直在找你们 不过现在他正在上课 你们先在这里稍等 我让他一下课就来找你们 有什么事 你们当面和他说 我的热情 让他们喜出望外 对着我点头如捣蒜 不过现在 我需要先去做一件事 当我把消息 告诉林轻月后 他激动的语无伦次 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吗 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为什么现在才来 还不是因为你经常上电视 才让他们顺藤摸瓜 找到了这里 至于为什么现在才来相认 你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你还记不记得他们的样子 还有他们说 你原来的名字叫张昭地 他摇摇头 他被遗弃的时候 还不到三岁 记不起也在情理之中 这也是他产生执念的根源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与此同时 三人抱在一起 痛哭流涕 互诉忠常 看上去脱为感人 不过仔细一听 林轻月说的是思念亲人 而他爸妈却句句都想要钱 最后他爸干脆不演了 赵地呀 现在你是过上好日子了 可我们还在受苦受难 尤其是你弟弟考上了高中 我们就没钱供他 这眼看就要辍学了 都是爸妈没用啊 林轻月哭得正上头 听到这话马上笑子出声 爸妈都是女儿不孝 这些年让你们受苦了 你们放心 弟弟的事情我来解决 我一定不会让他辍学的 他妈妈如释重负 立马从兜里掏出那张纸条 我就知道 赵地不会不管我们的 你弟弟知道了 一定很高兴 这是我们的银行卡号 你直接把钱打进去就行 没问题 我这就给你们打 还有爸妈 我现在的名字叫林轻月 以后你们不要叫我招地 不好听 我还是低估了他的愚蠢 我冷猛看着他们 给爸妈发了一条信息 告诉他们可以行动了 林轻月很快发现 自己的账户被冻结了 他失了面子 生气地打电话质问我爸妈 爸妈只是平静地 让他回家一趟 在家里 我的爸妈还有律师 正在等着他 半小时候 林轻月回来了 他一进门 就冲我们大喊大叫 是谁冻结了我的账户 里面都是我的钱 你们凭什么这么做 快点带我解开 我实在忍无可忍 一见光 狠狠甩在他脸上 我看你是好日子 过得太久了 忘了自己身份 要不要去外面 吹吹冷风清醒下 你有资格说这句话吗 这还是自他 来到我们家后 第一次挨打 打他的人 还是平时最疼爱他的姐姐 爸妈 姐姐打我 你们都不管了 见我爸妈 无动于衷 他又开始撒泼打滚 啊 疼死了 你们都不管我 我就去死 林轻月 不 应该叫你张昭地 你要钱干嘛 想转给谁 转给我 还是是你亲生父母 既然都知道了 那我就不瞒你们了 是我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了 这些年 我做梦都想见他们 老天有眼 今天终于让我如人了 所以他们要钱你就给 完全忘记 当年是他们遗弃了你 他们都和我解释了 当时我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他们也一直在找我 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对我有生生之恩 现在他们过得不好 我想帮帮他们 难道不应该吗 我们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决定认回他们吗 这一次他竟然犹豫了 看一下我爸的眼神 也有些心虚 我只是想和他们相认 也没说要回去啊 我还是你们的女儿 不必了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远离他们 马上出发去美国继续学业 第二去和他们团聚 而且你账户里的钱 也归你自由支配 我选啊 我话还未说完就被他打断 很好 那事情就简单多了 陈律师开始吧 陈律师将一份解除 收养关系协议书 摆在他面前 现在你只需要在这份文件上 签个字 你就自由了 民法典第1115条规定 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 关系恶化 无法共同生活的 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 不能达成协议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几天 他刚过完18岁生日 已经符合条件 早在他们见面之前 我就把事情告诉了爸妈 他们都是清醒理智的人 虽然明白及时止损的道理 那个账户里有50万 本来是他去美国上学的费用 现在就当是亲情买断费了 而林青月看着那份协议书 开始害怕了 妹妹出国前夕 离其他多年的亲生父母 突然来认亲 为了不耽误他前程 我私自赶走了他们 但他们却在回去的路上 出车祸而死 后来妹妹成了著名小提琴家 而我再去看他演出的路上 被车撞死 临死前 他说是我嘎死了他的亲生父母 去接上级 你们真的要这样吗 没错 今天你必须签 既然你们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签就签 就在他即将落笔的时候 一声刺耳的吼叫传来 声音是从林青月手机里传出来的 闺女这个字不能签啊 签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竟然是那对夫妇的声音 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密谋的 二人竟全程监听了这边的动静 爸妈你们也听到了 现在是他们非递着我做选择 咱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才团聚 我肯定要选你们 闺女你听我说 咱们是亲人 这一点到啥时候都不会变 团聚的事也不急在一时 再说家里现在也没有多余的钱养活你 你得继续待在人家 爸妈 这个你们放心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我琴拉的好 外面很多人邀请我去表演 一场就能挣好几百呢 我学习也好 马上就要去美国留学 学成之后 将来可以挣更多的钱 到时候咱们一家人 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看着林青月自信满满的样子 简直忍不住想为她鼓掌 她大概还不知道 签完这个字对她意味着什么 行了别废话了 赶快签字 我没耐心了 林青月刷刷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张昭地 张昭地当晚就搬出去了 走的时候头也没回 我妈到底还是心肠软 看着她决绝的背影 转身默默掉了几滴泪 我爸也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小雪 以后她的事不要告诉我们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她那个账户是你的付卡 找合适的机会去销掉吧 我知道他们还是伤心了 到了晚上 我的手机里接连收到某某银行 发来的账户消费消息 有转账 有租房费用 还有超市购物 50万很快花的所剩无几 她很快就会知道 那只是音乐学院一年的学费 如果在报名截止日前 收不到全额学费 入学资格将会被自动取消 而明天就是最后期限 不出所料 到了第三天 张昭帝果然回来了 她怒气冲冲地跑到教室里 指着鼻子质问我 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故意取消了我的入学资格 林清雪我知道你一直都嫉妒我 嫉妒我比你优秀 比你漂亮 这回终于有机会报仇了是不是 怎么 钱汇货完了 交不起学费 被除名了 你们就是故意的 这50万是学费对吧 真可笑 不都归你自由支配了吗 你以为国外的学校 也是九年义务教育吗 哼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求你吗 别做梦了 我还就告诉你 即使不出国留学又怎么样 我这么优秀 照样能考好大学 将来照样成名成家 你这个丑小鸭 永远都只配做我的陪衬 看来亲情的力量果然强大 能让她在放弃梦想时 也如此自信 好啊 那我就拭目以待 现实的重锤接踵而至 第一锤来自班主任胡老师 林清月 我听说你被朱利亚音乐学院取消了资格 怎么搞的呀 以前她是明星学生 被世界名校录取后 学校连宣传稿都发出去了 这下突然被取消了资格 学校死了颜面 班主任也失了绩效 谁还能有好脸色 如果你还想回学校上课 就去把这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交了 咱们班可就差你了 交就交 不就是一点学费吗 跟谁交不起事的 周一同桌突然问我 张昭弟走的时候 你们家是不是给了很多钱啊 我正想问为什么 就看见张昭弟带着一个男孩 迎面走了过来 真别说姐弟俩长得还挺像 我顿时明白了 我们学校一学期十几万的学费 他还真是有勇气 这就是传说中的某某中学呀 难怪爸妈非要让你把我转过来 你看这教学楼 这操场 这环境也好 张昭弟正好与我四目相对 他的眼神虽闪躲了两秒 却还是高昂着头对着我 弟弟你记住了 有些人只是运气 好生在了罗马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本事留下的 我们靠自己的双脚走到罗马 不是更值得称赞吗 你说是不是 他说的没错 只是这句话若是换作其他任何人说 我都会真心敬佩他的志向 但偏偏此刻从他嘴里说出来 就完全变了位 很快我就收到某某银行发来的信息 您的账户可用余额为0.00元 我第一时间变到银行销了户 至此我们家和林金月这个人彻底两清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全力备考 他尽情享受亲情与自由 本以为我们可以就此桥归桥 路归路 然而很快同桌就告诉我 你听说了吗 那个张昭弟好像出事了 哦什么事 张昭弟现在不但要全额负担自己和弟弟的学费 生活费还要养他父母 为了挣钱 他最近都是白天上课 晚上出去兼职拉琴 经常第二天顶着大农妆和黑眼圈来上课 被老师骂了无数回 最后他干脆破罐子破摔 经常旷客出去参加演出 听说还和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谈起了恋爱 某天他的开他弟弟张宝福出事了 起因是他骚扰了校爸喜欢的一个女生 被校爸给打了一顿 偏偏他还不服气 扬言要让他社会上的姐夫来报仇 最后张昭弟的男朋友还真集结了一帮人 把校爸给打了 这个校爸的身份可不简单 据说家里很有势力 当晚张昭弟和张宝福一帮人等 就被抓进局子了 对方还提出了巨额赔偿 这回他们父母反而先来找我 林小姐 你要救救你的弟弟妹妹啊 你们林家有钱有势 现在只有你们能救他们了 谁的弟弟妹妹啊 不要乱说话 清月是你的妹妹 宝福也就是你的弟弟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也是走投无路才来找你的 看待清月给你们家 进校十几年的份上 求求你救救他们吧 他们一边好哭 一边就来抱我的胳膊 被我甩开开 他们见一招不成 马上又换了一招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前阵子你还让学校开除他们 现在他们又被抓了 是不是也是你干的 好歹亲人一场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 你们的心也太狠毒了 今天你要是见死不救 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到时候你就是杀人犯 既然被这种无赖缠上 那就只能用更无赖的方式解决了 你跳吧 反正我们邻家有钱有势 死两个无名小卒这种事 还是能摆平的 他们果然瞬间就退缩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